这个就是那个东德柴电塔 昨天呢我已经来过这一趟了 那个在那个柴电塔那边待了一会儿 昨天讲解的时候啊 他说是这个柴电塔建的原因是因为 东德想表示自己也懂高科技 因为当时西德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好 所以呢就建了一个非常高的建筑 从这个塔呢可以看到西德 现在这个上面是个旋转山间 这跟那个南山塔 所有的南山塔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巨大的商场 大概是五层左右一个plaza 这个我刚才去里面灌了一下 我刚刚在里面呢 从一城逛到五层 就是一个普通的商场 但是我觉得这个德国的东西卖的很便宜 这边也是个广场 在这个商场里啊 大概每一层都有中国人 好像是一个旅行团 就是说这些人不是 不是那个自己来的 是应该跟团来的 因为有很多老头老太太 我不相信他能从中国自己来到这边 然后来了这边就狂满了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超市狂满的话呢 很怪 因为这里面东西并不贵 我看了一下 这个我之前说过嘛 说这个国里的人均工资 大概是3000欧元 他那一个锅呀 一套厨具呀 都是100块钱左右 所以并不贵 但是你要乘以7呢 对于人民币来讲就贵了 所以我也不会在这买东西的 但是他的质量不错 我现在进这个彩电塔这里面 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个火车站 这边有WC 也不知道要不要钱呢 我是纵力巡撻千百度 我就想上当这种 但是不知道收不收费 反正是威尼斯是收费 两欧元一次 这边我希望它是免费的